寶藏獵人發掘威士忌奇珍,名部專訊,物以罕為貴,中外皆然 這個現象在拍賣會中最能得顯出來,因創出天價的物品 往往是非常罕有的,罕有,可以是因年代九軟造成 但也可以因為原本產量已是稀小本民的主角,威士忌 在有心人尋寶之下,不少真品便被發掘出來威士忌 一般在市場上可以容易買到的是沒有年份表示的混合威士忌 即使有年份顯示的,一般也只不過是十年,十二年或十八年 超過十八年的數量已較少,二十一年或二十五年的已屬要特異搜尋的品種 二十五年以上的可算是封無倫各者是因威士忌的味道主要來自橡木桶 但卻又不一定是在橡木桶內越塵越好 再加上威士忌入瓶後便不會改進,造成有高年份表示 而又擁有平衡心碎味道的威士忌是可餘不可求 由於稀有的威士忌有市有價,有色有色之視看到這契機 於是著眼發掘罕有的威士忌,以滿足市場的需求 由今期本蘭的主角The Lost Drop Distillus可算是其中的表表者 烈酒界三劍合倉庫蜜罕有佳洋 2008年,三位自同道合的好友兼烈酒業老航專 James Espey, Tom Jaguar, Peter Fleck 在閒談中,興起為追求極致烈酒的愛好者和收藏家 提供罕有佳洋的念頭,其後共同創立The Lost Drop Distillus 三位創辦人擁有下共超過120年從事烈酒業務之力及經驗 在品牌成立之前,他們先後參與建立多款 深受全球歡迎的之名烈酒品牌,當中包括之華視十八年和The Classic Melts 也包括此創了世界上最為人熟悉 並且前所未有的新興酒品類別Malibut和愛爾蘭百里甜酒碑 Less Irish Cream,尋找罕有佳洋務而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任務 因為並非所有的烈酒都受到適當的保存 於木桶中過場的儲存年期更可能破壞酒液品質 要達至真希佳洋的屬性,過程殊不簡單 需要完美配合蒸餾品質、木材種類和儲存氣候等多個關鍵要素 The Lost Drop Distillus 三位創辦人憑借他們多年來在業界的經驗和人物關係 認識到在很多蒸餾廠內,有不少品質高超的威士忌 往往因素量細小,對大廠家來說不符合商業運作所需而被遺忘在倉庫內 而這些小量的精品,正合他們所求看透了這機會 令他們覺得作為寶藏獵人,把這些寶藏發掘出來的生意大有可為 而亞洲,特別是中國,正好為他們提供有龐大潛力的市場 82種威士忌大混合揚威拍賣會5月初 The Lost Drop Distillus 道港推廣他們的產品 不者適逢其會,有源洩到三款他們的產品 首先是一款在2014年推出的The Lost Drop 1950年蘇格蘭混合威士忌居飾者是以82種威士忌 70種麥芽威士忌加12種穀麥威士忌 混合調配而成,在2008年被發現時只有不到400平的數量 推出後旋織全球受興者酒充滿濃烈的醬木桶味 再參雜了乾果蛋糕、草藥、野菌和輕輕的彈香味 高達52滴酒精到令酒的口感非常豐厚 這威士忌榮獲染Murray及另一重量級威士忌權威 雜之Wisky Advocate評為2014年最佳蘇格蘭混合威士忌 但在上述施酒會中,這款只是不者的此選期後 在5月23日的香港蘇富比此善拍賣會中 這款酒中編號1號Botelner 1滴1評 籌得善款景高達85,750港元48年酒香 複雜威士忌天書推介在施酒會中不者的首選是第二款的威士忌 是The Last Strobe Distillus 至目前為止推出的第四款 是一款48年的混合威士忌這酒充滿濃烈的醬香味 喝在口中蜜糖、幸苦、蜜桃的香味接種而來 複雜得來卻有香醇無比 不少出席的行家和不者一樣 認為它是當天最好喝的一款酒於今年4月在英國首度推出 隨即獲得威士忌天書飲Maris Whisky Bible 2015年蘇格蘭年度威士忌的榮譽 全球限量592瓶 其中只有22瓶在香港 Crown Wine Cellars 獨家發售 每瓶僅售33888港元 這可非不者願意付出的代價 故此能在試酒會中合上一口也以心滿意足最後一款是計劃於今年8月推出 由蘇格蘭其中一間最古老蒸餾酒廠Clangarriage所讓造的The Last Strobe 1967年單一麥芽威士忌 這是The Last Strobe Distillus推出的首款單一麥芽威士忌 獲豐維爾Mari 2015蘇格蘭年度單一麥芽威士忌 全球限量118瓶 售價是令人稱穆傑式的6萬港元一瓶 據悉在港的試酒會更是該公司在全球首次對外公開該款威士忌 得以參與者成會 不者可說與有榮煙 而該品酒也是不者喝過最古舊的單一麥芽威士忌 是難得的經驗正如該公司的口號所言 The Last Strobe Before There Is No More 該公司的產品 相信再擁具知的人會有興趣自奉或作為另類投資 看來保障獵人將會大有所獲 但從近年來有些大廠陸續推出數量稀少的限量珍藏的趨勢來看 要從大廠的倉庫中尋補的機會可能會越來越少 The Last Strobe Distillus 的商業運作模式是否會受到考驗 將會是一有趣的問題文 流信存圖 流信存 The Last Strobe Distillus 編輯 紅衛兵電油Lifestyle Homeming Payalcom 近年來有些威士忌大廠 如The Macallan 陸續推出數量稀少的限量品 或單筒珍藏Single Cask 要成為於The Last Strobe Distillus 三位創辦人般的寶藏 獵人相信將會比以前困難 流信存提供 近年來有些威士忌大廠如The Macallan 陸續推出數量稀少的限量品或單筒珍藏Single Cask 要成為於The Last Strobe Distillus 三位創辦人般的寶藏獵人相信將會比以前困難 流信存提供The Last Strobe Distillus 創辦人 Tom Jago 左2 獲James Espee 友一 以及他們的女兒 Rebecca Jago 左1 獲Bini Espee 友二The Last Strobe Distillus 提供The Last Strobe Distillus 創辦人 Tom Jago 左2 獲James Espee 友一 以及他們的女兒 Rebecca Jago 左1 獲Bini Espee 友二The Last Strobe Distillus 提供The Last Strobe 50年混合威士忌,據適以82種威士忌混合條配而成, 編號1號的那評,在本年5月23日的慈善拍賣會中 籌得善款高達85,750港元。 劉順傳提供The Lost Drop 50年混合威士忌, 據適以82種威士忌混合條配而成,編號1號的那評, 在本年5月23日的慈善拍賣會中 將籌得善款高達85,750港元。 劉順傳提供The Lost Drop 48年混合威士忌, 有濃烈的彈香、蜜糖、幸虎、蜜桃等複雜香味、 香醇無比、Crown wine cellars獨家發售, 每瓶33888美元,隨禮合付小養本一瓶。 劉順傳提供The Lost Drop 48年混合威士忌, 有濃烈的彈香、蜜糖、幸虎、蜜桃等複雜香味、 香醇無比、Crown wine cellars獨家發售, 每瓶33888美元,隨禮合付小養本一瓶。 劉順傳提供,將會在下月推出的The Lost Drop 1967年單一脈牙威士忌, 售價6萬美元一瓶。 非要前萬貫莫紋, 不者得上一口, 也以深滿意足The Lost Drop Distilus提供, 將會在下月推出的The Lost Drop 1967年單一脈牙威士忌, 售價6萬美元一瓶。 非要前萬貫莫紋, 不者得上一口, 也以深滿意足The Lost Drop Distilus提供, 途中小小一瓶10毫升, 可一飲而盡的The Lost Drop 48年混合威士忌, 價值已比一瓶Glinfittich 12年單一脈牙威士忌要高, 你會選哪一瓶呢? 劉順傳提供, 途中小小一瓶10毫升, 可一飲而盡的The Lost Drop 48年混合威士忌, 價值已比一瓶Glinfittich 12年單一脈牙威士忌要高, 你會選哪一瓶呢? 劉順傳提供, 劉順傳提供, 劉順傳提供。